咒语是藏传佛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其实咒语是什么呢? 就是一个给你与神或者佛直接联系 直接联络的一条锁示 是佛的心耀 亦是神的心耀 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心血结晶 只要你读这一句话 你说这一条咒 他就会见到你 就会听到你 在弘魂的众生之间 就会立刻来保护你 在西藏的佛教里面有一个相传 就是只要你练咒的话 三秒钟 那个神就必定会在你身边来看顾你 咒语并不是只有密宗才有 就算汉传佛教也是有咒语的 印度教也有咒语的 不同的宗教也有咒语的 咒语是透过一些我们普通人没办法明白的词汇 所造成出来的一句话 那怎样才可以念这个咒语 念得好念得有效呢? 唯一的秘诀就是由朝念到晚 蝶而不舍地念 念到连自己都睡觉都能听到这个咒语的话 那咒语的力量就会出现